随着一声长鸣,12次列车准点从沈阳火车站出发,按照正常行驶,1959年7月21日晚22点35分出发的12次特快,将于22日上午10点到达北京火车站。 但是离奇的是,这列特快进入锦州境地后,突然没有了任何信号,此时东北局铁路局和锦州铁路局不断与12次列车紧急联系,但是无任何回应。 此时有人建议联系12次列车上一站暂停的随中火车站,对方值班人员拿出调度报告发现,沈阳发出的12次列车曾在前几个小时准时到达了随中,但为何已准备好接待的锦州站却迟迟不见12次列车的踪影呢? 看着窗户外面的瓢泼大雨,整个铁路局的工作人员一边不停地紧急呼叫,希望有惊喜随时出现,一边也在为整列火车700多人的安全默默祈祷。 在锦州火车站工作人员焦急的等待中,消失在茫茫暴雨夜的12次列车全体人员其实正在与暴雨进行着搏斗。 12次列车从沈阳出发时,天就开始下了雨,但当时大家都断定明天到了北京雨自然就会停了,因为北方地区下雨都不会持续时间太长, 所以窗外淋漓的雨水丝毫没有影响整车乘客向着北京出发的激动心情。 大家选择这列特快就是想快点到北京,有的老人想去天安门看声国旗,年轻人想着多在北京拍些照片,小朋友则想着去北京动物园看看。 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乘客们逐渐都睡着了。 此时列车长张米元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每逢雨夜中当班,他都会睡不着,总是不断地看着窗户外观察雨室,尽管东北地区很少有暴雨洪灾,但是整车人的安全重于一切。 在即将到达锦州车站的时候,张米元发现暴雨越来越大,雨点砸在列车玻璃上马上就会成水流,此时的列车长张米元担心起来,虽然开始他也认为在东北地区这样大的暴雨持续时间不会太久,但是随着列车前行,前方有一座必经的石河桥, 这座桥不知道在庞陀大雨中能否安然无恙,让列车安全地渡过去。 列车长张米元的担心不无道理,就在火车继续前行了十几分钟后,在要驶入石河桥头的时候,桥上的一团火让列车很快减速停了下来。 原来随着河水上涨,石河桥桥身不断受到河水派打冲击,有的桥洞已遭到破坏,列车此时经过非常危险,地上几个巡逻人员多次联系十二次火车停下来,但都联系不上,在这关乎几百人生命安全的关键时刻,一个巡逻员脱下衣服点燃,然后举着燃烧的衣服向着火车不断摇晃,此时才终于让前行的十二次列车停住了脚步。 火车的戛然而止,让熟睡的乘客纷纷醒来,有人还揉着眼睛问道,已到北京了吗?天怎么还是黑的? 等大家都坐起来,打开窗帘向外看时,发现四周黑茫茫一片,此时没有了火车开动的声音,清晰的暴雨,拍打玻璃的声音,听得出来暴雨是越下越猛,火车迎面而来的是滚滚洪水,乘客们醒来后,还没来得及了解清楚火车为啥停车呢,意外就猝不及防地来了。 原来刚才减速的过程中,列车的火车已上了石河桥一部分,但不知道多少车身具有上来多少。 此时车上的几位乘务员顾不上多想什么,只好穿山雨衣拿着手电筒下去巡视,绕着火车走了一圈发现,此时的十二次列车只有车头靠近了桥身,剩下的车厢部分都在桥外,暂时来看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继续不动,万一桥身被冲垢,前方的火车头就会连带着车身及所有乘客掉入河中,出现生命安全问题,因此此时必须马上离开石河桥才会安全。 慢慢雨夜中,铁路上的信号灯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在这荒郊野外,没有任何外界支援,十二次列车能顺利离开石河桥脱离险境吗? 七百多人能安全脱险吗?列车长和乘务员马上和火车司机商定,现在桥面非常危险,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此时火车司机面路难色,前方就是石河桥,不能往前开,想要离开只能是后退啊,但是后退意味着路线改变。 铁路有规定,任何路线改变都要经过总调度同意,此时列车长张敏元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和调度中心联系,但是始终打不出去电话,此时不能再犹豫了,为了全车人的安全, 只能背道而驰,司机再次开动火车,小心翼翼地向后方慢慢移动,列车上的乘客都觉得很奇怪,怎么向着北京相反的方向开动呢? 顿时大家七嘴八舌讨论起来,列车长张敏元看到了乘客们的惊慌,他立刻到广播处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安慰大家不要手忙脚乱,大家齐心协力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 张敏元一番语重心长的亲切话语,让乘客们的心逐渐安定下来了,此时列车的车头也离开了石河桥面,就在十二次特快还在向着后方迁移之时,忽然听到了前方石河桥的倒塌声。 原来在这条河的上方有一座大水库,因为这场暴雨蓄水量超过了承载量,使得河流水势过猛,将原本就有些老化的石河桥瞬间轰倒了。 整列车厢的乘客幸运地躲过了一次劫难,但还没等乘客高兴起来,另外一个考验又来了,火车虽然在移动,但每到一处稍微停留,洪水立刻就围着车身曼上来,在这野外之地,火车只能是走走停停。 大约这样过了两个小时,时间到了凌晨,此时窗外的可见度清晰了一些,原本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杜劫的乘客,此时看到了揪心的另外一幕。 火车窗外到处都是洪水,附近的村庄都被淹没了,每次过来一波激流都会泛起一些倒塌的房屋和死去的牲畜,更让人不忍直视的是,当地的百姓面对无情的洪水,没有任何求生的办法,只好顺着水流方向跑,但是很快又被水流淹没,眼看着洪水不断吞噬。 列车上的乘客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他们共同呼吁列车靠着人群的方向开过去,到了人群集中的地方,乘客们不约而同地打开窗户,让外面的群众跳进列车躲避洪水,就这样列车缓缓行驶中还承担起了救护车的作用。 随着晨曦逐渐到来,司机慢慢可以看清了地面路线,凭着多次往返的记忆,列车开始向着隋中线前卫铁路段的一个最高点开过去,否则所到之处瞬间洪水就涨到车窗处,车内人员随时都有生命威胁。 来到目标地点,12次特快停了下来,此时暴雨逐渐停了,但是抬眼望去,四周几公里都是一片汪洋。 车上所有的乘客也并没有因为找到了安全地点而欢呼高兴,因为就在刚刚,曾经眼睁睁看着洪水夺去了群众活生生的生命,大家心里有共同的说不出的难过。 尤其是后来被救援到车上的群众,他们大多都已和自己的亲人走散,当下还不知道亲人处境如何,这种焦急的心情现场每个人都感同身受。 此时12次列车停留在土坡上,犹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夜漂泊的孤舟,暴雨摧毁了所有对外联系的线路,所有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得到外界救援。 而且眼前还面临着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车上700多乘客和300多救助的群众吃什么来冲击。 这是一趟沈阳道北京的特快列车,全程大约需要12个小时左右,而且行程大部分时间是在黑夜,所以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没有储备食物。 现在停留在荒郊野外,如何解决这一千多人的吃饭问题? 身为列车长的张敏元心急如焚,他的脑海里不断地出现这几个词语,一千多人,吃饭,不知何时被救援。 就在列车长张敏元一筹莫展的时刻,他看到了水面上飘过来的竹筏和袋子,此时此刻顾不上那么多,他招呼着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赶快用竹筏去水面上打捞一些食物。 此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个解决燃眉之极的好办法,几个小伙子踩着竹筏在水面上打捞起来,短时间内就打捞到了一些米面,有的虽然被洪水湿透了,但一些米冲洗下还是能糊口,至少短期内不用担心大家饿肚子的问题了。 此时被困在山坡上的12次列车所有人员还不知道,在他们小时的三天时间里,全国人们都在为他们的安全牵肠挂肚,自从新闻上播出这一消息后,所有人都在急切盼望着12次列车有惊无险的消息快点传来。 而且,相关救援部门也在紧锣密鼓的到处搜索线索,同时也采取了多项措施,争取在短时间内找到目标实施救援。 救援部门将锦州随中禁地作为重点对象,三天后,12次列车人员所在地上空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 列车长张敏元入职的时候,接受过野外救援的严格训练,此时他认定是救援队伍来了,于是他马上组织大家脱下外套使劲挥舞,此时聚集在一起的一千多人纷纷拿起五颜六色的外衣挥舞着,跳跃着,希望空中的飞机注意到他们。 果然救援飞机锁定了目标,先是投放了一些生活物资和食物,然后组织人员对所有人进行了安全营救。 消失的列车又回来了,全国人们听到这个好消息都非常振奋,尤其是听说这列失踪的列车不仅所有人员都安然无恙,还就回来三百多灾命。 大家纷纷为12次特快列车所有人员竖起了大拇指,而且胜在12次列车是英雄列车。 12次列车由失踪列车变英雄列车的世界很快传到了党中央,国家核心领导对这列列车赞不绝口,他们认为列车上的每个人都是英雄,尤其是列车长张敏元和几位智勇双全的乘务员更值得表扬,为此毛主席和周总理还亲自接见了12次列车的列车长张敏元和乘务员,夸赞了他们的勇敢和智慧。 从1959年的12次列车到2018年的川航中国机长,英勇的中华儿女在灾难面前,时刻保持着精湛的专业素质和清醒的判断,在生死面前,他们没有顾及自己,而是拼着生命去营救乘客,他们在灾难面前和生死面前展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民族大义着实令人钦佩。